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戲其實是我從三月 就訓練到拍完 一直都在訓練 一開始是在上路上不斷地爬坡 是每天十一個小時的訓練 很恐怖 起初覺得都還可以 但是後來慢慢一些加碼 我發現自己體力不行 沒想到會這麼難說實話 而且包括有一些體能上的訓練 是我有點吃不消 每一天收工回到酒店 其實已經是精疲離間 然後一盤死肉在那裡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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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有我這個演員 我覺得很多演員應該都被林朝鮮嚇到吧 已經有稍微一點點準備 但是仍然都沒有想到會到這麼快 我以為我是女孩她會多想會 照顧我一點 但她真的有點不見人情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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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段時間是很值得的 因為口渴的感覺是什麼 騎不動的感覺是什麼 你唯有透過這樣的訓練 你才能夠了解一個單車手 她在鍛鍊自己的時候 她是怎麼樣的一個心態 我覺得從這邊走 然後在中間再走 衝一個就知道 對我來說 拍戲是一種追求 觀眾可能未必會去到 有一個指標的追求 但是我去拍這件事 我覺得她一定要做到 我覺得是這樣 才行 能夠令這部戲可以做到的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殺了同志 《波爾鋒》是一個 青春熱血荔枝的電影 有很多很好的演員 還有就是這個題材很特別 不要說東南亞 Ethan是外國的 在這個類型最高 都不是那麼多 掠廣 Connect 掠廣 當中間 Teddy 多多 照顧